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8日6点04分中央社伦敦7日专店戴资影 欧西社分享寻求未免的世界球后戴资影今天在全英语球公开赛对决世界排名第12 但美国选手张贝文只花30分钟以21比15 21比14击败对手晋级8强 戴资影过去两年都在女单称后 今年寻求三连霸 也将挑战自2007年中国名将谢信芳后 首位缔造三连霸的女单球员 戴资影昨天在首轮遭遇世界排名13的加拿大女将李文山 第21比12 21比15 仅花28分钟就让对手出局 心死拿下胜利 第二轮对手 28岁的张贝文出生于中国 之后移民至新加坡 2013年移居到美国 代表美国参加国际公开赛事 戴资影和张贝文过去交手7次 战绩5胜2败 且最近4次都取胜 小戴今天的比赛排在一号球场第七场次 英国时间晚间50许开打 虽然台湾时间已经是凌晨一时许 仍有许多球迷熬夜替戴资影加油 戴资影也不负众望 虽然一开始遭逢乱流 但很快回神追回分数 和昨天相同 在30分钟内解决对手 也让关注的台湾球迷直呼可以安心去睡了 全英宇球公开赛总奖金100万美元 约新台币3105万元 是世界巡回赛超级一 000大赛 也是年度仅次世界宇球锦标赛的顶级赛事 素有小世界 美名 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大赛整季仅三战 包括全英 印尼与中国公开赛 只要5秒多功能运动手环 限量运动包 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列印